各位同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盘后的股市同学会 今天真的是 我们的家族成员真是high翻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把这个年终奖金 赚了翻倍再翻倍 那这个怎么个翻倍法 我们下面的这个阶段 我相信同志朋友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验证 那当然他这一路下来 还是真的非常感谢 这个所有的投资朋友的支持 按赞加留言 可以让更多的投资朋友 可以去躲过这一波所谓的 这个法人跟主力的一个出货的风险 我相信如果你在礼拜一 今天有一个这个投资朋友 在留言当中 我看到这个Lite 8他所留言的 他就讲说 这个拉大出小的情况 感觉很明显 他其实他之前在礼拜一的时候 看到那个大涨的时候 他说还怕说会错失良机 怕说这个行情会一直往上喷 因为那时候大涨3708点 结果 因为他看了我的节目 他会忍住 就这样子 他就没有去被割韭菜了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讲说 真的你的按赞加留言 真的会帮助到非常多 其他的投资朋友 不要在这个封关之前 拼命被割韭菜 原本你只是想要去赚红包 对不对 你也是说希望能够让这个 过农历年的时候 多发一些红包 多一些加菜金 然后甚至于 多一个旅游基金 结果 你不但没有收到红包 还拼命的什么 红包给别人 而且是在股市给别人 对不对 你要说你过年的时候 送红包给别人 人家还会感谢你 可是在股市 你送红包给别人 别人不会感谢你 为什么 因为你红包送给谁 你都不知道 不是吗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真的按赞加留言 你才不会在被这样的行情当中 又所给欺骗了 好 投资朋友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当初我在5月31号的时候 我说过像这样的行情 我说大盘每次要反弹结束的时候 你要记得 他都是先盘整 盘整让你觉得好像快要掉下去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在市场绝望的时候 就来个什么样 跳空机涨 这是他最喜欢用的模式 而且一模一样 从16800开始 来哦 投资朋友 当初我跟你讲过了 有些人 懒得回去找 那我就把这个图卡找来给你看 当初我在5月31号 当初我在怎么讲 我说话 多投正式结束 有没有 投资朋友你继续回想 如果你在5月31号 去年的5月31号 在16800的附近的时候 你如果把真红的话听下去 哦 那我可以跟你讲啊 你最少在股市啊 可以少赔好多好多的钱啊 少套好多好多的股票 是不是 投资朋友 你去想看 当初16800的时候 有多少股票还在天上飞 没错吧 那接着下来 投资朋友 我跟你讲过了 我说来到了 去年的8月17号 哦 是不是又来一次 来到了15475 一样又是怎么样盘整之后 然后就突然 好像快要跌下去了 有没有 好像快不行了 哎 哎 马上给你来个跳空 涨涨涨 冲冲冲 哦 市场的信心就出来了 结果呢 当时啊 我在8月22号的时候 我跟你讲什么 投资朋友 你看哦 8月那时候 我记得哦 17号 好像18 19那时候还是放假的 好 8月22号 你看 我说那个多方的缺口 已经回补了 而且是跌破了双红星 对 这个地方就已经很明显了嘛 已经是有人在绕跑了 结果这两次投资朋友 只要你相信我那么一次就好 你就可以避开非常非常恐怖的什么 波段的下跌 我说过啊 后面的波段下跌都超过2800点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这一次呢 不是又一样吗 哦 在那边盘盘盘盘到最后 哇塞 好像不行了 对不对 他马上给你信心 哦 跳空 涨 涨 涨 冲冲冲 然后再来一个中红K 带量中红K 多少人一礼拜一 被骗去做多 有没有 全市场不是跟你讲吗 电子股回归主流 哎 真的回归主流了 回归到主流了 回归到什么主流 回归到下跌的主流 哈哈 投资朋友 很害 所以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过 很多事情 我说过 不要拿真红的话去验证 你到后面真的会怎么样 输的脱裤子 因为我跟常跟投资朋友讲过 我说我不是看这短线的两天 三天 还是一个礼拜 对不对 我们都是在规划趋势的 因为大笔资金的人不管是法人 不管是主力 还是说大咖的那一些 所谓的操盘的手 操盘手 他们绝对都是规划什么 一个月两个月的行情 没人在看了两三天的 我说过 只有散户会看两三天 那你常常就被骗 所以当时我今天也是回了那一个 刚才我所讲的那位投资朋友 我说他原本礼拜一想要买股票的 还跟我讲说 那会不会错失良机 还好他有听我的 手停下来了 没有去买 他今天就比较怎么样 可以去了解 我就问他说 你终于懂了吧 我就跟他讲 我说散户都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被割韭菜 很简单 看短不看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看价不看量 你只要看到价在涨 就觉得很开心 这就绝对没问题的 永远不看这个量 这种量怎么往上冲 怎么去换手 投资朋友 你自己要去想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 我每天在讲这个事情 但是很多投资朋友 尤其那些酸民 只是在看价 我相信那些酸民都是股市小白 但是我也希望这些酸民 你千万不要受伤 尤其我说过 大家都是来股市为了赚钱 我也是希望你能够避开这些风险 甚至于你真的已经跑掉了 对 有赚钱跑了 那我就觉得恭喜你了 但是我们的会员 赚多赚钱 要赚这一次的年终奖金 不用赚那么辛苦 要走来走去 你电竹过也在那里走来走去 今天涨明天跌 你能赚多少 我不晓得 可是我们的空单 抱着他都可以赚 等一下我们就来验证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在这边抢短多 你要记得 你的赚的红包是真的赚到了 还是你送红包出去 当善财童子 对不对 我说过这个盘拉大初小 我已经讲了多少次了 什么叫拉大初小 拉大型的电子股 拉大型的传产股 拉金融股把盘撑住 甚至于让他喷出 结果那些中小型股 还有你们手上最喜欢的生气股 有涨吗 没有 还在逆势下跌不是吗 所以投资朋友 不知道该怎么做 真的赶快找真红做 我也跟投资朋友讲过 我说放空不是那么简单 你只有找真红 我才会带着你来做 等一下我们来验证 我们的会员是操作 什么样的空单 好 再来就台积电 在这个地方并排的三黑星 代表他这个 还没结束了 就是拉大初小的 这一出戏还没落幕 那再来看金融股也是一样 他是亮缩的三黑K 所以他的整个这个称盘的热物 也没有霸王卸甲 那再来到这个什么 钢铁股 我说过他每次到封关 我说他一定会在封关之前来做什么 撑人气 结果真的 对不对 投资朋友 这都是我之前先跟你预告的 我说我都是跟你规划什么 一个礼拜一个月 所以我跟投资朋友讲 很多事情我都是先讲在前头 那再来航运股 我说过了 关键点不能够跌破 结果今天的关键点已经跌破了 所以你要提防他什么 会有一个下探的行情 所以你手上有这个 航运股的要注意要小心 但是唯一还好了 他是怎么样 亮缩 但是亮缩是因为大盘也跟着亮缩 所以我只能跟投资朋友讲 那也不准 我只能跟你讲 他跌破关键点就是不对了 所以你手上有航运股的 记得该跑的 该停损的 还是要跑 我说真的 不要到农历年的时候 穷到只剩下股票 千万不要应验到这句话 然后包含那些酸民 我也是希望他们不要去应验 我刚才所讲的那句话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真的按赞加留言 让更多的人知道 现在的行情是什么 那你才不会怎么样 老是被这个大盘的指数所骗 我已经跟投资朋友讲过很多次了 大盘他是虚构的 如果没有这19大类股 没有这900多档的股票 大盘根本就不存在 所以我是不是说很多投资朋友 你为什么会被欺骗 很简单 拉大 那就把这个指数撑起来 甚至于往上涨 出小 出这些中小型的股票 因为你看到大盘在涨 第一个你舍不得出 就算你赔钱 你也舍不得出 甚至于你空手 你还想去抢 这不就是他的目的吗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真的你要看清事实 才不会每次在农历年前的时候 穷到只剩股票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真的要拿起你的警戒心 尤其你还在做多的 那你看这个军工股 投资朋友 唉 这张图我讲起来真的很叹息 为什么要叹息 投资朋友 当初我11月18号 因为轮飞那天是涨停板 133.5收盘涨停锁起来的时候 全市场只有曾宏在跟你讲 他反弹没有强攻形态 他是法外开恩 记得有战就赶快跑 当时也是一堆的衰民在底下讲 对不对 可是投资朋友你要去想 在当下 有非常多的财经媒体分析人员 在跟你讲轮飞 在跟你讲军工股 只有曾宏跟你讲什么 我说你不要再去碰军工 尤其在选举过后 有没有 11月26嘛 选举过后 那投资朋友在讲的时候 我相信有很多人就讲说 金工股什么拉回找买点 什么曾宏看不懂 怎么样 投资朋友到最后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我说 这个市场真的很奇怪 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就是叫你去追高的 叫你去套在高点的那些人 你永远一直跟他站在同一边 然后曾宏苦口薄心一直跟你讲 赶快闪 赶快跑 不要被人家出货的人 反而怎么样 你永远认为说 我是在跟你对立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很奇怪 这个就是我常跟投资朋友讲说 有时候你愿意把正宏的话听下去 你真的可以少走很多的冤 忘录 你看这军工股到现在 轮飞只剩下92块了 诶 老师朋友 刚才你看是133.5涨停板的 现在已经到哪 92块而已 一张赔多少 4万多块 10张赔40万 10张就好了 你真的要考虚 对不对 而且现在要过年了 你怎么办 你随便套一张也要赔2万以上 我觉得跑不掉的 轮飞真的蛮多人套的 因为在当时有很多财经媒体分析人员 带着会员他去买 还很开心 对不对 结果后面有没有提损出场 我不知道 那其他的军工股 有好到什么地方吗 也没有 还在套 还在等解套 而且同志朋友这些军工股 我跟你讲 这些主地怎么出货 你就看轮飞就好了 他就可以慢慢的跌 慢慢跌有什么好处 慢慢跌 那个散户就不想出 结果越跌越深 越跌越深 这一招出货的方法叫做 温水煮青蛙 刚开始你没感觉 对不对 这只青蛙就在温水 温水里面 好像很舒服 在游泳 等到怎么样 滚起来说已经来不及了 整个脚都已经熟了 跳也跳不出来了 就跟散户现在一样 你去买军工股的人 你也不想出 因为觉得说慢慢跌一点 跌一点没关系 只要有一天涨停 就有解套机会 那轮飞有吗 所以有信用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军工股的 你看一看轮飞的K线图 赶快清醒好不好 那再来有什么 当初的OTC的升级股 我在12月19号去年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大家就在喊吗 聖诞节的时候 一直讲 升级股是元月份未来的趋势 有没有 一堆的LINEET 也有投资朋友在问 我就跟他讲说不要再看 真的不要再看了 结果呢 投资朋友 你看 轮跌10天 所有的族群 就是升级股跌的最惨 真的流到虚泥泥 投资朋友 那你说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要怎么 我觉得那个几乎不可能 让你解套了 投资朋友 你不要再去想解套了 你看大盘已经弹到这边来了 对不对 你不要说解套 他连弹都不弹 很恐怖 有些只谈一天 像昨天那个强升有没有 漲停板 今天又打到快跌停板 都是这样 一天行情 然后就开始往下跌了 投资朋友跟你讲过 很多事情 你不要去验证真红的话 当你验证 你再去后悔 都来不及了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我都在把未来的早知道跟你讲 每个人都不是讲说 我早知道就怎么样 可是当我真的把早知道跟你讲的时候 很多投资朋友是不认同的 只认同当场市场的氛围 大部分都是如主 不管是大盘 不管是个股 不管是族群 有没有 都不是是这样子吗 所以投资朋友来 开心的事情就来了 我们是怎么去做空的 你来看 滑通 我之前在1月5号有补 我那天太忙了 Lost掉了 我把它补回来 你看 我是之前被放空的时候 还被嘎了上去之后 他就一路往下滑 你有没有看到 赔钱还可以变赚钱 可是你的多单如果被套的话 不好意思 你是一直在赔钱 没有什么所谓的赔钱被赚钱 对不对 投资朋友你去想想看这阵的行情 不就是这样吗 多单被套的人 几乎是很难解套 解套的几率大概只有10% 你90%是几乎不可能解套的 那投资如果你是放空单的话 投资朋友 对不对 我们的滑通 这样轻轻松轻转赚3万 然后这台康生气 之前跟你讲过了32万 保龄附井这个8万块 再加上同心电6.5万 好我们今天又补了什么 深阳半导体 有没有 在弹上来的时候我就去空他 赚了3.7万 那今天又补了什么 齐宏赚了3.5万 再来光照 光照这个 你可以看他那个区间不大 有没有 我放空下去 他就一直震的有够久 结果他昨天公布说 因为那个融资一直在减少 融券变成标借 那标借我就不要了 因为你还要付他利息 我不想让会员去付这个利息 所以我就怎么样 冷痛 没关系有赚就好了 先把它补起来 而且我是空两笔单 空两次 这不是新会员 就是原本的会员就是空两笔单 这20张一次10张 两次就20张 我们价差还是多少 3.4万 那再来这个深微能源 你们最喜欢的什么 除能概念股 有没有 投资朋友 我10张赚2.8万 那如果你是买多的人 你是套在高点到现在都还没解套 投资朋友就不一样了 投资朋友你们去算一下 这样子下来总共多少钱 62.9万 来 投资朋友你自己加快 2.8 加3.4 再加3.5 再加3.7 再加6.5 再加8 再加32 再加3万 有没有 这样是不是总共是62.9万 那我跟投资朋友讲过了嘛 我说我们不要说62.9 也不要说你每一张都是放空10张啦 最简单的 砍一半 62.9用60万去算就好 砍一半多少 30万 你说30万来太多了 没关系嘛 我们再砍一半可不可以 15万 有没有 投资朋友 15万有没有把你的年终奖金翻倍 再翻倍 有了吧 投资朋友我们手上还有一些一点点空单 我还要继续再赚 而且我跟投资朋友讲过了 我说现在的年终奖金 我们已经赚了 让他翻倍了 对不对 我说等到元宵节 这段时间 也就是我们开红盘之后 你等着看 我还要赚更大的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跟着真红做啦 真的啦 不要自己去做空 因为我最近很多收到这个light 在问这个自己去放空单的 不但没有赚到钱 可能你的股票还是往上噴 有没有 我的都怎么样 噴完之后就开始都往下走了 而且放的越久 他赚的越多 那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常跟投资朋友讲 你要去懂什么 第一个 你对技术分析的K线形态 你懂不懂 量价关系你了不了解 筹码你会不会计算 这个都是非常的这个属于 超盘等级的技术分析的 如果你都没有这个的话 你只看那个股票不顺眼 你去放空的话 投资朋友 你几乎会得不到什么 得不到便宜 甚至于赚不到钱 而且还被往上嘎 这差很大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你不要认为说 放空就是我自己随便空就可以 没有 你看大盘长这个样子 很多人说 底下留言 曾宏被嘎爆了 没有啊 投资朋友我不是都赚钱吗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今天为什么要把那个该补的把它补一补 因为量也说到这个样子了 我觉得往下跌的几率空间也不大 反正也剩没几个交易日 那我手上还有一两档空单 我就给他保留着 等着赚 等着赚钱 我说过啊 投资朋友 你要来做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风险财 你要来做这样所谓的危机财 你来找曾宏 我说过了 我在24年的操盘经验里面 我做过好几次波段的空单 会做波段空单的真的 一定是高手中的高手 才有办法做 否则的话 你常常会空在什么 那个强嘎的股票 那你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希望投资朋友 跟着曾宏来做 我们一起除了赚年终奖金之外 我元宵节 我还要再赚更大条的 跟着我就对了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跟你分享到这边 也预祝各位投资朋友 裁员广进 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特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 写限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 就有一档最新演练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prata 什细 哪里 还 rural квар港 也不方便 参考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